1985年作为内地首部播放的香港武侠剧 八三版射雕英雄传 但是龙涛演员则强大到无与伦比的地步 剧中每一个龙涛都是香港影坛后来的实力派演员 吴梦达饰演的丐帮彭长老 关里杰饰演的成吉思汗的儿子查哈台 而不起眼的角色却是潜伏举行最多的地方 给画中公主做侍女的刘嘉玲 充当门卫的吴振宇 以及扮演家丁的欧阳振华 还有周星驰饰演的宋斌小头目 后来又被杨康送去给梅超峰练功 更有人说过 当时如果不注意看 就会错过当年不起眼 但如今又是响当当的大明星 其实早在1976年 香港的嘉义电视台就曾拍摄过一版射雕英雄传 据了解 这部电视剧当时还创下了很高的收视率 这也给当时香港电视界的老大 无线电视台带来了冲击 为了口碑跟收视率 无线电视台决定也要翻拍射雕英雄传 目的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击败七六版的射雕英雄传 为此电视台还专门做了社会调查 了解一下人们对翻拍射雕英雄传有什么看法 调查发现 有30%的人居然不知道射雕英雄传的故事 70%的人赞同翻拍射雕英雄传 这也让导演王天林点燃了拍摄射雕英雄传的信念 为此王天林特意邀请了曾经为金庸代写过射雕的尼匡 以及拍摄过古龙小说的楚源 拍武侠大师徐克 杜奇峰 橘觉亮等诸多大咖 为了拍摄出一版耳目一新的射雕英雄传 剧组决定不仅要贴切援助故事 还要注重选角 符合原型 于是决定让年轻帅气 不失淳朴的黄日华来饰演郭靖 而沐念慈的人选 则是选定了有女版成龙之称的杨盼盼 杨康启用了外形帅气阳光的 无线电视台当红小生苗乔伟 而在艳绝天下聪明伶俐的黄荣人选上 让剧组绞尽了脑汁 射雕英雄传的故事关键就在于黄荣 因为郭靖的人选设定是酣直淳朴的 整个剧情的发展全靠女主黄荣带动 这个角色至关重要 翻拍射雕英雄传能否成功 最重要的是找到最符合黄荣的女演员 剧组为此首开先河 公开招募特意举办了理想黄荣的试镜活动 5000多名女演员纷纷参加选拔 最后当翁美龄手持柳条 一个漂亮的侧翻来到金庸面前 说到桃花岛岛主之女黄荣拜见金庸老前辈 直接受到了金庸先生的钦点 就此四大主角终于凑齐 而导演其实也没有多大的把握 剧组决定边拍边播 把电视剧分成三组 根据观众的反响已被调整 第一部的铁血担心 观众对黄荣从开始的质疑 跌到了慢慢接受 拍摄东斜吸毒的时候 剧组开始对黄荣的戏份加重 在拍摄第三部《华山论剑》之后 射雕英雄传彻底掀起了收视狂潮 而新人翁美龄 一时间也成为了当时最受欢迎的女演员 为此去全面打造翁美龄的形象 根据黄荣的性格设计造型与服装 而造型上就多达十几种 而服装更是有粉蓝 粉红 粉紫 等十多种定制服装 这粉色系 恰好贴合黄荣那妙龄少女的形象 从迷学版黄荣 到08年陈一辰饰演的黄荣 六个版本的黄荣 只有83版翁美龄饰演的黄荣 才是经典之中的经典 整部电视剧讲的虽然是蒙古草原的故事 但因为当时取景有限 剧组只能用十只羊 两个蒙古包来完成 我那时候最记得 大概买了十只羊 两匹马 就在这边做成一个大漠 即便是如此的条件 83版《射雕英雄传》 还是交出了完美的搭卷 作为一部经典的武侠小说 故事线是重点 情感戏是血肉 而打斗才是看点 然而全剧组中 只有饰演慕念慈的杨盼盼会功夫 其他演员都是门外汉 以至于翁美龄 每次用打狗棒打到的人 都是黄日华 有一次在拍摄打戏的时候 苗乔伟差点被戳瞎了眼睛 欧美龄手中的打狗棒 也让当时所有的演员围之忌惮 而同样经典的 还有黄瞻作词 古家辉联手打造的音乐 第一首《铁雪丹心》 第一首《铁雪丹心》 《铁雪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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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黄瞻那彭博豪迈的歌词 顾家辉谱写得激昂有力的曲风 与草原木马放音弯弓射雕 互相应称 第二首《一生情意》 《铁雪丹心》 此时的郭靖已经蜕变成了绝射高手 《华山论剑》的片段 搭配上七昂豪迈的曲调 江湖的刀光剑影 正邪大战的誓死方休 全被展现到了极致 《铁雪丹心》 随着《八三版社雕英雄传》的大火后 孩子们拿着打狗棒练着武功 女孩子们跳着披荆 嘴里唱着南帝北盖洪七公 傻锅敬曲黄荣 美丽的公主是华征 而剧中的所有男演员 也随着社雕一起大火 但女演员却一个个站出了荧幕 最让人心痛的便是黄荣的扮演者 翁美玲 她永远地把生命停留在了26岁 丁哥哥 丁哥哥 你过来啊 随着一句敬哥哥 再次让人们把思绪拉回到了从前 我们又回忆起了 那个充满狭义恩仇的江湖世界 曾经年少爱追梦 一心只想往前飞 江湖只为少年友 刹那芳华最珍贵 贪至红颜已衰老 虾肝一胆胜多少